一般而言我们的心跳速度应该是蛮平稳的 白天烧快 然后晚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烧慢 如果有说这种忽快忽慢的情形 那可能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有所谓的心理不诊的问题 在不同的年龄层的话呢 也有他心理不诊发生不同的原因 那比如说在我们2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话呢 如果心脏的跳动突然非常的快的话呢 那最常见的就是心脏的组织里面 可能多了这种不正常的放电点 或者是多了这种不正常的线路 也就是所谓的上心式平脉存在 那如果在我们的状年人啊 或者是在我们的高龄的这些长者 有这种忽快忽慢 那突然心跳加速的话呢 那最常见的就是要想到 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些心房战动发生 那至于说有时候会觉得心脏 好像是有停拍的感觉 突然有一跳跳得很重 或者是有所谓的少跳一下的话 那这种比较像是所谓的心事性的早期收缩 坊间上大家也常常在流行说 快速的喝下这些冰水 对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尤其是心力不整会有一些帮忙 那如果所患的疾病是这种所谓多一个不正常的放电点 或者是多一条线路的这一种上心是心脖过速的话呢 将这种冰块啊或者冰水包裹在毛巾里面 然后附贴到你的脸部 那可以引起一个比较长的神经反射 或者让你的这个心力不整把它中止掉 那这是有科学上的证据 可是对于这些忽快忽慢的心脏战斗的病人 要使用这种喝冰水 或者是用冰毛巾冰块来覆盖自己的脸部 来停止这些忽快忽慢的心脏战斗 我想在科学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根据 能够达到效果的比例 大概是微乎其微